法国总统马克龙8号在教育部长让米歇尔·布朗凯 高等教育部长弗雷德里克·维达尔等官员的陪同下 访问克莱蒙·费朗 参观了罗杰·克罗斯特尔高中的航空培训中心和工业贸易促进中心 与学生们交流并发表促进青年就业平等的讲话 马克龙表示 自2017年以来法国实施五年计划 促进平等是政府的首要任务之一 在法国无论出生地或社会背景如何 每个年轻人接受教育培训就业的机会是平等的 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取得优异成绩并且获得成功 目前年轻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局面 国家必须帮助年轻人就业 不会有被牺牲的一代 马克龙还表示 他访问黎巴嫩和伊拉克回来之后 接受了新冠病毒检测 结果为阴性 他呼吁年轻人在私人聚会方面更加警惕 这些家庭和私人聚会很容易出现病毒传播 巴黎马里布黑鸡餐馆 正宗非洲特色菜肴 精选上好食材 非洲名厨烹制 密制酱汁挡不住的诱惑 满足您挑剔的味蕾 多元化餐饮服务 为您营造舒适惬意的用餐环境 每位酱冰 佳瑶留客 马里布黑鸡 巴黎最有名的黑鸡 在这里 1点小时 201点小时 不客气 202点小时 红尔 3 2点小时 1点小时 2点小时 2点小时 4点小时 4点小时